宋碧琦議員 政府亦未得到明顯的改善 相反 斷網、收費櫃、信號差的問題卻時常發生 社會怨氣不斷 政府既然要開放市場 那就需要保證所有電訊營運商必須在同一個跑線上 這才能夠真正開放市場的第一步 但遺憾的是 按照特許合同規定 雖然電訊市場不再由CTM單一經營 但政府電訊服務特許資產 仍然全部由CTM管理及維護 其他營運商如果要使用 則需要用昂貴的租金向CTM租用戶網專線 起點上的再次落差 必然是再次帶來不公平的競爭 又如何可以實現電訊服務真正的市場化服務呢 法師不得其解的是 為了保證這種起點上的不公平可以長期有效 但在合同中又對解約做了極為嚴格的約束 即使因為公共利益 政府亦都不能夠隨意解除合同 或者是拒絕續期 不是的話便要支付金額巨大的賠償 按照合同的規定 補償金額需要高達稅前年利率的2.5倍 按照此標準計算 根據最近幾年CTM的經營額度 如果今年政府決定不再續期 相關的補償金額至少要達到30億元 這是令人震驚 對於這個明顯不合理的合同 有關當局在簽訂的時候毫無察覺 大筆一揮便簽下同意兩個字 猶如簽了賣新啟 上回頭也不行 讓社會及公共的利益 是處於今天這麼被動的局面 更令人廢解的是 當初合同議定的時候 究竟是否有關部門的人員的法律業務知識不足夠 還是有意為之故意偏袒相關的涉事方 社會對此是有很大的疑問 當局至今也未有向公眾交代 引發猜測及不滿 當局說 由於與CTM簽署的特許合同中 未設有中期檢討機制 所以現時無條件檢討合同 言外之意 即使現在政府知錯能改 但因為受到合同的約束 已經走錯了路 仍然是做不到事 只能夠順其自然 任合同持續下去 其實對於相關的部門來說 也未必如此悲觀 按照現時合同第四條的規定 將雙方協議 本合同得以隨時修改 合同是死的 人是生的 只要想做事 能夠做事 就一定會有辦法 針對目前合同的不合理情況 建議有關部門 應當認真吸取當初的証訓 本著合作共營的原則 是與相關的方面溝通協商 對相關不合理的條款 及時進行檢討修訂 以平衡商業利益 及公共利益關係 同時在日後處理涉及 重大公共利益的批給合同時 無必要認真分析 小心把握 多加聽取公眾意見 確保有關合同的合法性 而不是有權任性 致公共利益於不顧 多謝